庆家 庆家 你说我这个庆家 把我那一万五给捐出之后 这说啥就不还给我 我今天下午着急想个老伴 你说我必须把这钱给要回来 庆家 庆家 藏起来了 是不是个后边呢 你快给我出来 告诉你 我都闻着你味儿了 听听吗 我这鼻子比军犬都好使 你快给我出来 不出我就给蹲着 等着你 大哥 大哥在家吗 这咋还出了个女的东西呢 大哥 大哥 你找啥呢 这咋是你呢 你又来了呢 你干啥呢 我不是这么个事吗 你看上回用捐款那个事 给我大哥添不少麻烦 这个记者还老采访 我现在就要过去看看我大哥来 刚才我现在是我大哥住那边 你拿我当你大哥了 我来就动手动脚 看来你们这关键处的可不一般呢 你看你说啥呢大哥呢 你别说笑话啊 我是你二哥 你这老大哥大哥 你是不是这两天你叫顺嘴了你啊 我这脑子也不好使 到现在你们俩呀 谁老大谁老二我一直会分不清 你可不是分不清 你要分不清 你那不怕我呢 我呀还真没看出来 二哥这人呢还挺幽默 别说笑话了啊 那啥呢 那你干啥呢 我这下午着急相老伴 他欠我那钱 你不给我 我这不是来要钱了吗 他人哪去了 你还问我 你还不知道他上哪去吗 我上哪知道些 我是懵懵懵的 我现在那个 不到我大个愿意吃啥玩意 给家里做点菜啥的 我也送过来了 哎呀 那我说闻得这么香呢 来我看看啥啥呀 哎呀 不到愿意吃败吃啊 哎呀 鸡爪子 鸭爪子 鹅爪子 猪爪子 哎呀 这都是我亲家爱吃的 他爱吃吗 师范能挠钱的 他都爱吃 我亲家现在就缺钱了 我跟你说 哎呀 我是 我是行 你把我亲家饮食习惯 摸得这么透吗 你给别说 那这样的 你爱吃你也是 咱俩等他一会儿 反正也等 啊 我给你找个网块去 行吗 这我得吃呀 我必须把我那一万五 这三天的利息给吃回来 来 来哥 我给你买一下啊 我还带瓶酒呢 哎呀 我看出来了 他家的地形 你摸得比我熟过 咱就说这酒杯 这是我亲家结婚前 我给他买的 二十多年 他都没给我拿出来 你说你跟哪儿逃出来 你服 啥玩意我跟哪儿逃出来 你可别瞎说啊 你就给他放着呢 我到那儿 我拿回来了 来吧 我敬你杯酒吧 来 你这完全是以 亲家母的身份来招待我 你真是 你说啥话 你这什么爱亲家母啊 你整理我都不好意思的 你看你还亲家母 你俩就是我兄弟 以后啊 咱应该改口了 你和我亲家 这都过上了 我应该管你叫嫂子 你管我叫二弟吧 二哥啊 我跟你说这样紧的啊 闹笑话 你可别瞎闹笑话啊 我跟我大哥呀 俺俩还没有呢啊 还没有呢啊 没有登记 也有先过上的 这眼我都明白 你真说笑的这样的 你真说的 像真是那么回事似的 那可不就是那回事 我问你 孩子现在上学了啊 上学了 钱都够了啊 都够了 你们过的都挺好 是吧 挺好 嫂子 你们过的都挺好 你们得想想别人啊 你说你们那堆柴火 撩旺旺的跟他找的 你说我这堆柴火 都晾三天了 干透透的 现在就给个火星子 蹭一下就找啊 是不是这样 现在就是消防队 来搁自水相辞 都不一定死灭 我下午确实着急像老伴 你就告诉我实话 我清洁上哪去了 我跟你说 二哥 我真不知道 我大哥上哪去了 你看 嫂子 你如果要这么说的话 好 怎么话就得往回落 那我这钱 我就得管你要了 是 你从我要啥钱呢 你也从我要 要不着啊 这 负债子还 负债期还 你这哪 是不是有这说的 我清洁天生气管炎 从来不管钱 你说我不管你要 我管谁要 不是 二哥 我说你这人咋个事啊 你咋就认准了 我跟我大哥过去了呢 他没有钱 他有钱不给你的嘛 你咋不相信他呢 你这咋还鸡眼了呢 这一般在家里 要说了不算的 能有这么大脾气吗 我告诉你 他没有钱 有钱肯定给你 这个有钱的话 他不能出去三天不回来 给你借钱去 你用都少了 你借不少 你那么点 他没回来 你先把钱你借给我 往后我用完之后 我再给你拿回来行吗 你呀 你从我借 借不上 再说我也没有钱 你怎么能没有钱 你给你捐的三万块钱 你都花了 还是你们这置办家具了 没置办家具 那是准备置办家具 是吧 我准备这么啥家具 你今天咋的 就定不着我 我可不跟你说 拉倒 不是嫂子 你不能不管我呀 因为我下午 着急想老伴 人家说了 那老太太 长得咳水了 你说你 你就不管我 我跟你说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你二弟太静默了 行吗 我求你了 咋子 你是我亲嫂 我跟你会 你就妈我也不行 我不能给你 我求你了 你就帮我 三天不见 风雨突变呢 今天我们终于拍到了 白大爷 向田阿姨求婚的画面 你怎么又来了呢 不玩老路 路啥路啊 我跟你说 你别小看我路这玩意 等到你们结婚那天 这都是婚礼 危险二啥的 你知道吗 什么啊 你这一路 好像我俩咋地了 你没咋地 那你刚才那是干啥呢 我这是求我嫂子 让她帮帮我 我下午想老伴 你说我这个悲惨的 你这样 你说你路上 都影响我形象 大兄弟 你是这么回事 他呢 从他青年要钱 他青年没给家 他跪地吧 你说从我要这个钱 你说这哪个哪 这是 哎呀 你们有点 这太着急了 我今天来 就是告诉你们 一个好消息 从两天 这个白大爷 和钱大爷捐款的事 这个网友纷纷好评 所以说呢 网友把这个钱 都凑出来了 就是孩子上学的钱 也有了 钱大爷多捐 那钱也找回来了 白大爷 你找后老伴的钱 也不用再着急了 真的呀 这挺好 那也太好了 你说我这事 就算 没事 我不着急 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 这段时间 我能控制住 大行长 感谢你 也感谢 那个社会人 有好多 那个好心人 那啥 那个钱够的事 大哥知道不 我这不就是 来告诉钱大爷的吗 哎 钱大爷呢 没了 没没了 丢了 丢了 现在就 三天找不到银啊 那个 好几天没看到人了 这不哪去的 我这心里刀剧啊 那么大人就丢了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你先发吧 这么点啊 咱们现在来一段 这个视频群 寻启示 你录一段 然后咱们就直播出去 没准能找到钱大爷 哎呀 这个办法挺好 看着就都能告诉 直播的 直播的 这个挺好 挺好 那什么 那个 录吧 我不着急 女士优先 来我先来吧 这还不着急呢 那女士优先 应该田阿姨先来 啊 你是 我不着急 那你先来 田阿姨来 预备 开始 大哥呀 你跟哪呢 你快回来吧 啊 那个钱哪 有着落了 真没想到啊 你说 你的爱心啊 哎呀 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这些天哪 我的事啊 一直放心不下 我这一闭眼睛啊 我这满脑子里头 确实大哥你呀 我说心里话 你存在 他深深的脑海里 他的梦里 他的心里 他的歌声里 我不着急 你先来 大哥 就没想到啊 你对我们这个树不相识的姑儿刮母 你照顾和爱心 我跟我儿子这辈子大哥 也忘不了你啊 等老妹子以后过好了 我肯定报答你 大哥呀 你跟哪呢 你快回来吧 你快回来 你快回来吧 是生活因你而精彩 那是我不着急 你来 你来 我说你这 你不着急不着急 啥姐我呀 你能不能来 来点干点你 刚才有点稀 我来点干点 这亲家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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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回来吧 这两天我们找你都找疯了 全乡都找遍了 尤其是你 尝去那几个寡妇家 我都去找去了 严谨说没看着你 亲家呀 你 你 你千万快点回来 别出啥事 只要你回来 我保证不哭 行不 回来吧 看着办 看着办 手机响了 来了 来信息了 现在就有网友 知道了这个消息 把这个消息发上去了 网友说 现在已经找到了 四处筹钱的钱大爷 钱大爷知道了 这个好消息 正在往回赶 估计明天就能到 哎呀 这下落我都放心了 放啥瘾呢 你 你倒是放心了 他不说明天回来吗 明天回来 你说我找老板这事 不用泡汤了吗 这怎么回回受伤 都是我呢 白大爷 白大爷 其实 我一直 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 这 一会钱大爷回来了 你到底是 管他要钱 还是要你这面子 这事 我 我得怎么说呢 我还是想要老板 我这么没重庆 你 平安姨 大妹子 找大哥去 你要实在 相不容大哥 还有二哥呢 大妹子